有人在Chart Room 天地藍宜 车股为什么看路 说蔚来上市就散水 他说蔚来上市是否在新加坡 我想应该是 因为对于汽车的伸势力来说 蔚来是属于第一间在三个市场同步上市的其中一只股份 对于汽车的伸势力来说 看到他们虽然股价的表现是有点一致的情况 但其实这三者如果你再细分去看他们各自的发展路径 和发展情况 其实大家都会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首先蔚来在比较初段那几年 其实他的收入增长或者说他的销量 规模相对起其他两者是走得比较前端 反而在最近那几年 看到理想小鹏是追上来 特别是小鹏 如果以去年全年来说 其实他已经超越了蔚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其实我觉得最为关键的地方 就是他的市场定位 因为我们知道蔚来 其实他本身是做Formula 1出生的 就是以一个比较高端的一个开局 是进入到这个新能源汽车的领域 但是由于新能源汽车 现在说在内地的销售 大家的市场买家都是以家庭式为主 都是以平时用开是比较不是为了去赛车 而是为了一个比较实务一些 或者一个商务一些为主 所以我相信在这个市场定位之下 我相信往后他的竞争优势 就未必可以再体验到出来 我想未来他本身都意识到这个问题 所以在去年年尾的时候 他自己也都提出 在往后的时间 会更加多方面去研发一些 比较家庭化的产品 但相对比如小鹏那些来说 本身已经在这个领域 已经做得比较久了 所以以一个市场定位来看的话 我自己在三者当中是更加喜欢一个小鹏汽车的 除了他刚才说的市场定位之外 看到他近期的增长势头 也是更加显著 所以三者比较的话 我未必就会首选未来 反而我会首选这个小鹏汽车 但是这些位是否可以呢 那个价位 我想小鹏汽车 或者说的是汽车的新势力来说 今天的跌幅很明显是受到昨天美股 特别是特斯拉的相对比较大的跌幅所影响 但我相信这个短期的影响是居多 至于说回他自己本身的因素 我相信是更加容易受到 内地上海的疫情控制的情况 而看回现在相关的信息 其实他上海城市方面 都在进一步落实这个复工复残 我相信在未来的五月份 或者六月份 我相信小鹏 相比在四月份 那个比较低的销售基数 我想五月份 会有一个不错的回升 或者至少在六月份 都会已经出现了 所以以现在股价 比较低迷来看的话 我相信如果投资者买入 作为一个一两个月的持货期 去看的话 我相信向上 都仍有一些国理空间 明白 明明